来关心的是三位总统候选人当中 侯怡在多份民调是位居第三 所以被外界冠上老三的称号 但是根据网络温度计的分析系统显示 从5月底截至到日前 侯怡在台大演讲的总声量持续的维持最高 目前总共是有9万多笔的讨论 碾压柯文哲以及赖清德 网络温度计就表示 柯文哲的总声量目前是占据第二名 至于赖清德总声量则是净赔莫作 这个数据的结果也让人联想到 日前谢寒冰所说的赖清德 是不是真的快没梗了呢 好来看到的是侯怡证实 已经亲自拜托金浦聪加入竞选团队 台北市员游淑慧就说 国民党在2024大选最大的隐忧 就是没有全国操盘手 而金浦聪的加入绝对能够让侯怡有助力 他更形容这就像是给侯怡一把上方保健牙 我们这六年来换了五个党主席 很可怕对不对 一年多就换一个 那换五个党主席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每换一个党主席 一朝天子一朝城 我们的所有的党务主管 全部就换一轮 所以搞到最后 我们没有一个能够超盘全国选举的 这个主发会的主委 甚至是秘书长 我们的秘书长 就是台东县长黄建廷 我们的主发会主委 只是云宁的前地方党部的主委 他们没有全国超盘的经验 不管刚刚大家担心说磨合的问题 又或者是时代在变 打法在变 不管怎么样 金普通是目前国民党台面上 唯一一个真正超过全国选举盘的 所以他对于地方生态 他是了解的 他对于地方派系 他也是了解的 他对于政治里面的美美角色 他也是了解的 他对于马英九过去的外交政策 对美政策 他也都是了解的 那这个都是侯友宜需要的嘛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两岸之间的论述等等的 那当然金普通有他的这个个性上的这个 就是他非常强悍 爱恨分明 所以当然也树立了一些地方派系的敌人 但是我觉得一场选举是这样 你一定要有一个够杀的人在竞选总部里面 够杀的人 不给任何人情面 够硬的人 那这个人是侯友宜亲自去拜托了 侯友宜一直都是比较保守的人 对于他内部的布局他都不肯多说 但他这一次公开的说 他是我亲自拜托来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给了他一把上方宝剑 我公开拉台 金普通就是我请回来的 那这样子对于侯团队 或者是其他还在这个观望的人来说 未来金普通一定某一个程度 会在侯团队里面 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国军7月汉光演习 士兵操演期间 即将在桃园国际机场 来实施反空机将的这个操演 好那么国军已经通知航战 将在7月12号到19号来实施预演 并且在26号正式来操演 汉光演习今年是首度在桃园机场 验证水空机将攻防的科目 到时呢会结合特战部队来担任攻击军 就近夺取桃园机场 随后呢是由防卫军来实施反击 夺回机场 而由于这个操演时间呢 这个操演的时候 会暂时来关闭跑道 会影响到航班的起降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 有要出国的旅客 务必要特别来注意操演的时间 来看到的是呢 德国媒体德国之音报道说 瑞士最高情报机构 在中一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 使得瑞士成为中俄间谍行动的中心 对此大陆外交部 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 痛批这项报道是抹黑 中国是间谍活动的受害者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间谍活动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停止 而现在重启福贸的议题 引发热议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不只表态反福贸 更直言福贸是罔顾了 400万的台湾就业人口 对此在亚党就回呛了 政府为何不直接宣布 废止ECFA 或者是直接宣布 断绝跟陆方的经贸往来呢 绿营还说没有福贸 台湾GDP依旧可以成长到33% 蓝英就反酸了 这样台湾也不用急着加入CPTPP 苏贞昌说福贸会影响 400万人的生计 但是苏贞昌似乎忘记了 当年马政府签订ECFA的时候 民进党上上下下 也是痛批ECFA是糖衣毒药 会毒害台湾老百姓 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不但盖瓜承受 而且还说ECFA不要停 所以当年的糖衣毒药 但是民进党吃了 可是非常的香 如果按照民进党的说法 也就是即使没有福报 台湾基金仍然会成长 产业仍然会成长 那按照这样的说法 我们也不需要急着要加入CPTPP 我们也不需要急着 要跟美国去签订FTA了 不是吗 民进党这些的话速 根本只是在污蔑福贸 也只是要转移民进党的无能而已 陆委会在七八年前 当时他们就是说 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监督条例的 同时有了监督条例之后 才能后续再来磋商协商服务贸易 或者是货物贸易等这些协议 其实这个就是在官方的网站上 就是明明白白就是写得很清楚 民进党已经执政了七八年了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陆委会 当时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话 他们其实就认真讲 该直接就是废除 甚至他们应该把ECFA就废除好了 或者如果他们真的觉得 跟中国进行经贸活动是危险的 那是不是干脆他们也直接就宣布 就是直接全面的断绝 跟中国的所有的经贸 不要的随意的只是说 这样子的是有危险的 或者是只是胡乱去扣红帽子 特别的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